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如此 手机用久了觉得慢 于是我们会清空里面很多不需要的软件和文件 一个加久了不整理 就会堆满杂物显得杂乱 我们也会整理清掉那些多余的 生活如此 精神与心灵也同样需要清理 过多的欲望伤身 过多的社交声势 过多的烦恼伤身 当一些人和事半道 我们无法轻松前行的时候 要学会给自己的生活做减法 适当清空生活里的不必要 身体与灵魂才能轻装上阵 人生路走起来才能轻松愉快 第一 清空过多的贪欲 司马迁史记里有这么一句话 欲而不知止 失其所以欲 有而不知足 失其所以有 以前有个穷人 他穷得连床都没有 只能睡在一张长凳上 穷人每天都在想发财 他想 如果他发财了 绝对不做吝啬鬼 有天穷人做了一个梦 在梦里遇到了神仙 神仙告诉他 给了他一个有魔力的钱袋子 神仙说 钱袋子里只有一枚金币 但永远拿不完 在你觉得够了的时候 必须扔掉钱袋子 才能使用拿出来的金币 穷人醒来 看到身边真有一个袋子 里面装了一枚金币 他把金币拿出来 里面又有一枚 穷人坐着拿了一整夜 金币已经堆了很大一堆 天亮了 他也很饿了 很想去买吃的 但是 在花钱之前 必须把钱袋子扔掉 他想了想舍不得 又继续从袋子里拿钱 这样一天天重复着 穷人越来越饿了 金币也越来越多了 多到他能一辈子衣食无忧 也不用再睡在长凳 但穷人依然不舍地扔掉袋子 最终 他饿死在板凳上 身边却堆满了金币 故事里的这个人 因为太过贪婪 最终丢掉了自己的性命 生活中 很多人也一样 当有房有车后 又想要更大更好的 事业上爬得越高越好 总之是拥有越多越好 结果却让人不如人意 静 傅玄 傅子 屈智骗里有这样一句 天下之福莫大于无欲 天下之祸莫大于不知足 人都有欲望 但不可太贪 若欲望太贪 则容易伤身 人要懂得知足 若太过贪婪 最终都要付出相应的代价 第二 清空无效的圈子 人活仪式会遇见很多人 但不是每段关系都值得我们用心经营 演员陈道明的圈子极其精简 空闲的时光 他喜欢自己一个人在家里弹弹钢琴 练练书法 画画山水 做自己喜欢的事 陈道明的朋友们也会笑话他一个人宅在家里无趣 不如三五毫有一场饭局有意思 他只是淡然一笑说道 不及基于名利 静下心来做一些无用 却静谧美好的事 何尝不是一种修行 深以为然 与其耗费时间 在交友社交上 不如留更多的时间做自己 当人到了一定年纪 生活圈子就需要做减法 人的经历是有限的 珍惜该珍惜的 舍弃该舍弃的 晚清明臣曾国藩能够实现人生逆袭 是与他的交友之道分不开的 为景欲后人 他写下了《九不交》作为家训 远离知不同者 远离不孝不惕者 远离愚人者 远离落井下石者 远离好占便宜者 远离常说谎者 远离口密附建者 远离愚者 远离得博者 年少无知的时候 总觉得朋友越多路越好走 当到了一定年龄才明白 生活圈子越简单越舒心 作家苏晨说 你不必把太多人请进生命里 若他们走进不了你的内心 就只会把你的生命搅扰得拥挤不堪 知己好友一二已经足矣 退出不必要的圈子 留更多的时间 做更好的自己 第三 清空自找的烦恼 新唐书里说过 天下本无事 庸人扰之而反而 很多时候 人总喜欢琢磨一些已经过去的事 无限地把事放大徒增烦恼 古代有个叫比丘的人学习入定 每次他入定一会 就感觉有东西在他身上爬来爬去 他很苦恼 但又不知道怎么办 于是去请教老和尚 比丘说 我一入定就有虫子在我身上爬来爬去赶不走 弄得我心烦意乱 我好苦恼 老和尚说 下次你入定的时候 手里拿支笔 如果再有虫子在你身上爬 你就在他的身上画个圈 看到底是什么 得到老和尚的传授 比丘再次入定时 感觉有虫子在他身上爬 他拿起笔 在虫子身上画了个圈子 虫子就消失了 因为没外界干扰 比丘入定再无困扰 比丘出定后 很想找到被他画了圈的虫子 但他很惊讶地发现 眷划在了自己腿上 比丘顿悟 他人定时候困扰他的 并不是什么虫子 而是自己内心的烦恼造成的 很多人习惯把事情无限放大 本是小事无事 自己却在自己的思绪里 把事件本身来回添加 于是 无事便有事 小事便大事 凡事由兴起 不想自然无 佛说一念放下 万般自在 若认有小事凡事困扰左右 生活谈和轻松快乐 事终究会过去 倘若我们总纠结在已经过去的事里 只会陡增烦恼 又怎能过好余生 倒不如在纠结时停下来放下事 放宽心轻装前行 才能与快乐不期而遇 即使清空欲望 活着不要太贪婪 欲望少一些 人就自由些 清空圈子 退出不适合自己的圈子 留一些时间 做自己 清空烦恼 把所有的烦恼赶出自己的思绪 让快乐住进来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 很感谢您的收看 希望你会喜欢节目分享的内容 我们下一集的节目再见